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佛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计算教阿弥陀佛 看课本297 上次讲到这个菩萨界 菩萨界是菩提心文界 菩萨界跟僧文界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受戒的人 那么不太一样 那菩萨界是七众通受的 那生文界就不是有个别个别的戒 还有一个就是菩萨界是敬畏来寄 生文界是进行寿 另外就是菩萨界是一寿就永寿 就是说那这个就是敬畏来寄 那主要是说犯了根本界 那么可以畅文 那生文界犯了根本界是不通畅文 大概如果是比较大的差别 大概是就这三个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生文界是以不造作恶文界 那菩萨界是重在要积极的行善 那生文界比较是消极的不造恶业 那么这个就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所谓我们说菩萨界跟生文界 比较大的差别 那像如果生文界的话 比如说比丘界他资格也有限制 比丘尼界 那么撒咪这些都有限制 那生文界受了 你如果犯了杀到一旺 你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再受戒了 犯了就不通畅文 不可能再受戒 清戒可以 重戒不行 菩萨界就算 那么你退了菩提心 还是可以再发行 那你犯了这个重罪 也一样可以畅文 还是戒体还是不会失去 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 那一般我们常常会讲所谓的 受戒通常会有几个观念 一个就是所谓的戒体的观念 那么一般我们说戒体有所谓防非子恶的功能 但是戒体并不是说 你受了戒 佛菩萨给你一个保护网 或者防护罩 其实不是 它是你 戒体并不是说你去受戒的时候 佛菩萨发给你的 好像戒蝶一样 好像受戒症术一样不是 它是因为你受戒 你发怨 你想要这么做 你决定要这么做 由你的内心升起来 你要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那么自然而然有这种心 就好像你认为这个是你的小孩 那么你自然而然的会想照顾他 自然而然看他受伤害的时候 会想尽办法保护他 这个是由内而生出来的 它并不是 一般我们会把戒体误会成 好像是我们去受戒 那佛菩萨给我们一个保护 一个防护罩 其实不是这样 它是由你内心自然而然 你要受 你在佛菩萨面前发言 我要受这个戒 自然而然你念之在之 你不会犯戒 或是犯了戒 你会觉得很忏悔 它是这样 这个叫戒体 它有防非子恶 那我们说过防非跟子恶 基本上不太一样 就是你遇到禁戒的现前的时候 你不会去照做恶约 那这个是子恶 那防非就是 那么你避免预防 那么不会去照做恶约 好 那这里是讲到所谓菩萨戒 现在来讲所谓的六度四色 就是修菩萨道的这一些行法 总色菩提道 六度以四色 见入于诸地 圆满佛功德 前面讲所谓的菩萨戒 现在讲菩萨道的修行 那么还有一个阶位 修行方法就是六度四色 那么修行的阶地就是实地 所以说见入于诸地 修行的目标就是成佛 它就是这样 所以所有的整个菩提道 就是菩提道 就是菩提道 这个佛道 整个菩提道 修行的方法 就是六度四色 那么这个修行的阶位 见次的阶位 就是所谓的实地 所谓的诸地 等一下后面会讲 那修行的目标 就是成佛所圆满 佛的功德 究竟圆满 从菩萨的修行而成 所以菩萨所修学的 也是无恙法门试愿学 那这个我们一般讲到 所谓的四红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四愿段 法门无量四愿学 佛道无上四愿成 那你要成就无上的佛道 就全面的无上普及 你必须要那么修学 无量的法门 那如果你是要解脱 那不用 那一称道就可以了 你依一个方法就可以得解脱了 但是如果你除了自己要解脱 也要让别人得解脱 那就不可以只是一个方法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 你如果做医生 那么你要治所有人的病 那你不能只懂一种药 你不能只治一种病 那如果你只是要治自己的病 你知道你是得什么病 要吃什么药 你找这种药就好了 你吃这种药就好了 其他你不用懂没关系 那道理是一样的 那菩萨要度一切众生 他必须要修一切法门 因为每一个众生 就好像每一个众生的病不太一样 如果你吃自己的病 那很简单 那你把自己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得这个病要吃什么药 怎么吃 研究清楚就好 病之好就没有了 但是即使你没有这种病 但是众生有这种病 那么你 所以你要知道 那如果是这种病 要用什么药 那你还必须要知道 也因为这样有所谓的无量法门 那无量法门其实就是要度一切的众生 所以也因为这样才有办法成就无上的普通 所以你要成果必须修无量法门 那修这些无量法门是要度一切的众生 还要断一切的烦恼 包括自己的烦恼跟别人的烦恼 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 那么你自己的病都医不好 怎么医别人的病 甚至会把自己的病传染给别人 带给别人 就是你的烦恼会引起别人的烦恼 会让别人烦恼 所以你还要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那么才有办法众生无边誓愿度 也为了要度一切的众生 所以要学无量的法门 所以他说不是部分的少量的法门 那么但总举大刚而统设起来 正得无上普提的道品 道品三生七道品 这个是一般修解脱道的 不外乎是这些 四天祖师正前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七觉是八正道 那么你修任何一个都可以得解脱 所以他说不外乎这些道品 但是这个是一般的解脱道 那如果是佛道 菩萨道 这个无上普提 那么把它收射起来 这些道品就好像三十七道品一样 它是六度与四色 就是把所有的菩萨道 那么把它收射起来 那样成佛的 不外乎是六度与四色 那么这个跟所谓的僧文 叫做三学八正道 这里叫做六度与四色 我们说过这个佛教基本上叫做五称共凰 就是有五个层次 人 天 这个也可以包括这一个叫做人天道 或是人道跟天道 人道跟天道还不太一样 天道有分两个 一个是所谓的欲戒天 一个是色无色戒天 就是上阶下阶 如果欲戒天 那么你必须要修十善 那你十善有多圆满 你就福报有多大 那么天的阶位有多高 享受有多好 那这个不太一样 那么在到上阶色无色戒 除了福报修十善之外 还要修定 没有定就是到不了上阶 所以这个还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都是人道 如果是人道 那么你五戒吃好就好了 多少修一点善就可以了 不要照做二月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照做二月 那么多了一点 那就变成三二道了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所谓事件的 叫做人天道 人道论天道 那么再过来就是 所谓的生文元节 我们就五称共法就这个 生文元节就是 基本上解脱的 那这个修三十七道表 这个要发出离心 那修所谓的 四念修四正寝这些 再上来 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 菩萨道或叫做佛道 那这个必须修六度四色 所以前面的人天道 就是五戒十三 我们这么说 五身共法 所有的佛法 不管是这样 所谓的人天道 主要就是所谓的五戒十三 那么或者这个天如果是摄戒天 还要修定 就前面有说过的 修定 那么这个是人 这个是欲戒天 这个是摄无摄戒天 那么这个修定之外 像摄戒 他基本上还要修四无量心 还有修四无量心 摄戒以上 出产以上都要修四无量心 那么这个是人天道 那申闻道 这二称道 申闻辟之否 二称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二称 人天 这解脱道 可以讲解脱道 解脱道 就是用三学八正道 戒定徽 八正道 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统称的 四年初十正前 四如一指法都可以 都一样 然后菩萨道 我们讲的五乘共法 基本上就是大概分这三大类 菩萨道就是六度四射 这个是修学的方法不太一样 然后当然结尾也不太一样 这是所谓的修学方法 那发心是发正上身先 出离先 普通先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六度是六波罗蜜多的意思 波罗蜜跟波罗蜜多是一样的 比如说翻译的问题 多翻译的多 那就是依这个因意来讲 那这个度是意意 就简单叫做度 波罗蜜多意意为 就是从道理上翻译 如果依因 那就是波罗蜜多 如果依它的意意 就是度 这个波罗蜜多有三个意思 那一般讲这里讲两个 道比安 那或者叫做四究竟 四究竟这里有没有讲 好 那波罗蜜 它基本上有三个意思 道比安四究竟度无几 波罗蜜跟波罗蜜多是一样 那一般我们都说波罗蜜 最常用的就是道比安 这个是最常用的 那四究竟 印度语常常有好几个意思 其实中国话也有 比如说比丘 然后是阿罗汉 一有三个意思 那这个波罗蜜其实也有三个意思 道比安四究竟跟度无几 道比安有时候就直接翻译做度 那它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波罗蜜就直接翻译做度 那是以道比安 以度道比安为主要 那么波罗蜜主要就翻译做度 所以六波罗蜜就叫做六度 那有谁直接讲六度波罗蜜 好 那它这里讲 这个如果用一般国人比较白话的讲 那么也有翻译做所谓的超然的美德 或是从这个地方通往 那个地方就是通往彼岸 也有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一般把它 比如说外国人来看这个字的话 英国人 欧洲人来看这个字 它基本上就把它翻译做所谓的超然的美德 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它就是一种 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波罗蜜 其实就是菩萨所必须要具有的美德特质 这个东西 就是你必须要具有这样的特质 你才有办法成就这样的境界 所以它这里说 也就是度 师界冷精进禅纳波罗 那么从世间而到达佛到彼岸的法门 所以叫做六度 就是度到彼岸 这个是一般我们常说的六度波罗蜜 那波罗蜜 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这个六度波罗蜜 这个是成佛必须要具备的道德 就是你成就佛道 就是你要成佛 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 就是你的人格特质 我们怎样来讲 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你才能成佛 那比如说你要正阿罗汉 你要解脱 你必须要具备什么界定会 那都不一样 那讲到波罗蜜 就是说到底成佛要具备什么特质 怎么来的 为什么你知道成佛要具备这些特质 那这个到底怎么来的 因为如果我们从最早期的经典来看 佛陀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得解脱 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三十七道德 三十八战道德 那后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菩萨道 那到底要修什么才可以像佛这样圆满 因为佛也是阿罗汉 但是很明显佛这个位阿罗汉 这尊阿罗汉跟其他的阿罗汉 有很大的差别 其他的阿罗汉明显能力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知 那么有所不知 有所不能 那么很多阿罗汉做不到的 佛是可以的 很多阿罗汉不知道的 佛是知道的 很多阿罗汉没办法的 佛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一样是阿罗汉 有这么大的差别 好 那这个就牵涉到从因果上来讲 有这样的因 才有这样的果 就好像说一样我们都种西瓜 为什么它的西瓜又大又甜 我们种的西瓜就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甜 没有那么看起来没那么好 一定要过是西瓜 一定要过是这样种 肯定它的土质 它的营养 它的照顾 它有些什么东西不一样在里面 差别在哪里 所以后来从佛 因为佛在讲经的时候 它常常会讲到过去一生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从这一些 所以从本身谈 不是从佛讲经讲到它过去的时候 曾经做过什么 怎么修行 怎样 怎样 那么把它归纳出来 因为佛成佛不是 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一生 他没有特别修什么 如果你只看这一生 佛29岁出家 35岁成佛 29岁出家之前没有特别什么 就跟一般人学习这样 做王子 他当然也有一些跟其他不一样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到哪里 他也比较慈悲 没有错 还比较有智慧 文武双全 但是这个也还不是成佛的主要原因 所以你从这里看 29岁他顶多前面跟修行有关的 大概就是修定 修苦行 就这两个 他去修禅定 修瑜伽 修禅定 然后修六年的苦行 只有这两个而已 然后就成佛他 但是那这些阿罗汉有些也这样做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佛的成就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就去探讨 那么成佛他当然不是这一生而已 包括解脱都不是这一生 所以就推论到过去 佛常常也会讲 我过去做什么 做什么的时候 那么所以就把这一些整合起来 然后从里面找出比较主要的 就像我们讲37道平 怎么得解脱 佛在很多地方讲 有时候讲四年初 有时候讲四正情 有时候讲四如一族 有时候讲七觉知 有时候讲八正道 那么把这一些收集起来 最常用的 最常见的 我们把它叫做37道平 那叫做普提分 就是可以证得普提的方法 那么步骤 那么把佛曾经说过的 或是从佛的身上 我们发现到的 那么或是佛在讲的 那么把这一些整合起来 发现到就是变成 所谓我们现在讲的六度四色 就是成佛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那但是这个六度 我们说波罗蜜 波罗蜜有南传的跟北传 你说南传不是没有菩萨道吗 有 南传也有 只是南传的菩萨跟北传的菩萨 比较不一样 南传也是有菩萨道的 而且他也承认 那么佛跟阿罗汉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探讨到菩萨 就是佛为什么成就这样的圆满的境界 其他的阿罗汉不管再怎么厉害 智慧第一的 神通第一的 说法第一的 论意第一的 什么第一的加起来都不如佛 全部把这些阿罗汉加起来都不如佛 所以南传的虽然讲解脱 但是他并不是没有菩萨道 只是他说菩萨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成果的释迦菩萨 一个就是未来要成果的弥勒菩萨 就是这样 其他人没办法 他探讨释迦菩萨到底是怎么成果的 也有 未来的弥勒 现在的菩萨 弥勒菩萨 未来的弥勒佛 弥勒如来 他也必须要具备 所以这一些特质才能成果 有成果之后又会度很多的阿罗汉 大概就这样 那北传的比较不一样就是 北传的是每一个都可以做菩萨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菩萨 你只要发菩提心 你就是菩萨 发了菩提心就是菩萨 那么你行菩萨道 你就可以成果 但是时间让人很长 并不是说没有菩萨道有 所以如果从菩萨蜜来讲 就也有分到所谓的解脱道的 南传的菩萨蜜跟北传的菩萨蜜 就是我们北传经典 就是中国佛教中文经典里面 讲的所谓的菩萨蜜 而且在这个布派里面讲菩萨蜜 到底要具备哪些特质 才可以成果 讲的也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是 所谓的比较普遍式的说法 就是六度 布施慈迹 忍入渐渐 禅定智慧 但是不是所有的不怕 或是所有的说法 所要成佛所具备的特质 都是这六种不是的 那么也有其他的说法 我们来看大概是这样 如果一般我们讲六菩萨蜜 那也有讲十菩萨蜜 我们来看 波罗蜜到底有多少 那就是其实我们说度到彼岸 那实际就是成佛的特质 那基本上 基本上有两大 两大类 我们说南喘就北喘 先讲南喘就好 北喘 南喘的一般来讲 南喘的一般来讲 南喘的一般都是童叠部 基本上讲 他们说上座部 基本上讲十菩萨蜜 十菩萨蜜跟我们说的不太一样 它是这样 布施 慈禁 写到这边 我给它写好了 布施慈禁 出离 出离 出离就是有出离心 有出离三界的心 那么智慧 这边 布施慈禁 出离智慧 应该等下来讲 应该这样讲 这是南喘 用上下来讲 布施慈禁 出离智慧 精进 布施慈禁 这是所谓 成佛必须具有的特质 布施慈禁 出离智慧 精进 忍耐 忍耐心 就是我们说的忍辱 真实 无限的真实 就是年纪 或是叫真諦 或是叫真諦 或有时候叫真諦 或有时候叫真諦 觉意 所谓觉意就是 有真实 决定要利益众生的心 不会动摇 那 这个真諦或真实 意思是说 那么诚实不起 语言真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有一个是词 另外一个是舍 这个舍不是故事 是平等无分别的意思 那么舍弃爱恨 有一点等一下我们就来讲这个舍 这个舍其实很多经典里面 都有讲到这个舍 比如说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有一个舍 这个五受或三受 苦受 热受 舍受 或苦乐喜 忧舍有一个舍 还有七觉之也有一个舍 等下我们再来讲这个舍 先来讲这个波罗密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五五六五七八九九 那一般北传的一般是讲 一般是讲六波罗密 后来又讲到十波罗密 北传的一般是讲六波罗密 布施 我们这样看的呢 布施 持戒 忍入 他是一二三 不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是 他的持续是怎样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这里没有 禅定 智慧 我们写在这里 五 一 智慧 二 六 伯乐 这个是北传的所谓的六度 如果再加上愿力智 基本上又有加所谓的方便愿力智 就变成十个 再加上 如果这个是六度 如果是十个的方便愿力智 这个是六度 六波罗密 如果是十度的话 我们讲 他是就加上愿力智 这个都没有一样的 方便愿力智 六个 这边有六个 应该是我们这样写比较 用对照的比较 我们这样写 意思是持戒忍入 不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智慧 这个是一般的 这里对了这里对了 就远路对到这里 情进对到这里 知慧对到这里 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再加上方便 一般是这六个方便 愿 理智 那为什么后来又加四个呢 六度就六度 为什么又加四个呢 他是这样 他是这个 助办 就是一解证秘经来讲 他讲这个 就六度波隆密就可以了 为什么后来又加上 还有一个字 跟智慧有什么 波隆波隆有什么不一样 方便愿立字 他是说 这个 这个诗 界 帮助 协助 提升 这个六度 这个是一解证秘经说的 就是这个是方便 方便波隆密 那么愿 愿波隆密 就是帮助这个精进 精进度 那么利 利波隆密 帮助这个禅电波隆密 那么 至波隆密 就帮助波隆波隆密 他是这么说的 那就加起来就变成十波隆密 但一样是十波隆密 一样是十波隆密 但是一般就讲这个 四波隆密 六波隆密 就是有这些不同的说法 一般就讲这个六波隆密 好 那另外 但是其实还有 如果是北传人他不怕 说一切有不 说一切有不 说一切有不讲四波隆密 说一切有不讲四波隆密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方便 有不讲四波隆密 他没有讲到六波隆密 也没有讲十波隆密 他讲这个 成果的特质是四波隆密 是布施 是 持见 精进跟智慧 但是其实真的讲四波隆密 它只讲四波隆密 这个是六波隆密或十波隆密 六 十 这个是四 这个也是十 有的也讲十一的 但是他讲 虽然讲四波隆密 不过 这个也是寒色在里面的 就是持见 就是持见就寒色冷露 持见是寒色冷露 把冷露寒色在里面 那这个智慧就寒色这个禅定 因为有定才有会 所以加起来还是六个 但是一般他讲四波隆密 四波隆密 他叫做四波隆密 那这个是所谓的波隆密的不一样 大概 大概是这样 那一般我们说的这个是六波隆密 讲的六波隆密 大概就是大众部 或是多数的部派是这么认为的 就变成一个构式 变成一个构式 你说像八正道 这个是佛说的 八正道是佛说的 那么所有的经典都讲八正道 没有其他九正道七正道 那没有 四正地是佛说的 没有三正地 两正地 五正地 但是波隆密是 波隆密是佛弟子 根据佛过去生 或是佛说的 或是佛的特质 那么去整理 归纳出来 成佛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我们要知道 我们一般会去讲 不是佛说的吗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佛弟子根据佛说的 那么整理归纳 那么所以大家看法就不一样 如果是佛说的 那没有人 不会说我说这个是波隆密 你说那个是波隆密 不会这样 所以但是一般我们会觉得 六度不是佛说的吗 是不是要成佛要修六度 不是 是佛弟子根据佛所说 那是佛的过去生所行的 那么归纳出所谓 要成佛要像佛这样 那不要想佛过去修了些什么 就好像一百米 跑金牌 那么第一米 那么没有人常都超越他 你要想他是怎么训练的 他都吃些什么 然后才有这样的成绩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说波隆密 多数的人 那这里没有桃桃那么多 这里只是告诉你 一般的说法就是说 行菩萨道要修六度四射 那这个是六度 那还有一个就是 后面才讲到 到底要修多久 三大阿珍奇解 这等下后面再来讲 那这个四射 布施爱与立行同四 那为什么又要叫四射呢 那布施已经在六度里面了 为什么四射里面又有布施呢 那么这个其实是 他这里说 这个射是射受 这四法能色化众生 所以才叫做六度四射 为了色化众生 那因为布施也有很多种 那不一定是为了色化 为了要利益众生 但并不一定是 是跟这个 因为布施也有所谓的 也有很多种 财师法师无畏师 然后他为了要成就他的资良 那这个重点是 你以布施能够色化众生 其实这样 好 所以 第一个就是 六度是因为 从世间到达成佛 所以叫做度 四射是能够色化众生 菩萨修学的道品 不怪乎为了制成佛道 利益众生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或是上成佛道下化众生 六度是成熟佛道的要目 重要项目 你要成就佛道 就是成就佛果 那么必须要修六度四射 六度是成熟佛道的要目 四射是立即众生的方便 所以大圣的菩提道 也就是六度与四射 这不过是因为特点而做分别的说明 真的要讲起来 那其实很多 也不只是这六个 或不只这十个 那但是这个是归纳的 就是说大概从重点上来讲 他说六度可以分为智力跟利他 比如讲 就把六度分成智力跟利他 比如说施戒冷 这个是利他的福德道 禅慧 那么这个是智力的智慧道 那么坚进通于两道 这是方便 这是大概说如果进一步来讲 六度都有智力与利他 就是把六度分成智力跟利他 那么或是那从究竟来说 其实六度都有智力与利他 那方便说就是 不思持戒冷入是利他 禅定智慧是智力 坚进是智力与利他 那究竟来讲六度都有智力与利他 是这样来讲 这里要特别的说到 佛果绝不是一行一法门可以圆成的 为什么要这里讲 因为老师还在写这个成果之道的时候 即使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来这样 那么大多数的人都是以一个法门就可以成佛 比如说净土净土法门念佛就成佛了 念一句佛号就好了 禅宗净土宗就念一句佛号 一经一咒一佛号 一经也许是阿弥陀经也许是无量寿经 一咒就往生咒 或者是大悲咒或者是人缘咒 一个佛号也许是要师佛 尤其是阿弥陀佛 尤其是当来下生米勒尊佛 反正往生禁土的很多 禁土宗的基本上 我们现在讲到往生禁土 不外乎是这三个 西藏的当然还有香巴拉禁土 还有另外的禁土 南传的就没有禁土 没有特别强调往生禁土这件事 藏传的有 藏传的也很多 北传的基本上就这三个 就是在中国这边 不外乎就是尤其是罪尊禁土 要师禁土跟尼陀禁土 大概就三个 但是都是强调一经一咒 那么一佛号 一经比如说要师禁土 就强调念要师金 要师奏 妖师经 妖师咒 南某妖师流离光如来 就念这个 这个是往生到妖师佛 一心专业 然后这个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就念阿弥陀佛 那念这个 阿弥陀坚 或是念无量寿坚 然后反正就是一坚 那念这个往生中 那如果是弥勒菩萨 也往生到多算净土的 就念 当来下身弥勒中国 或是弥勒菩萨的名号 那他也有经 就是弥勒上身多算经 或者说弥勒下身 下身经上身经 就念这个经 然后念弥勒菩萨的名号 然后就可以往生到 他就变成强调 就往生到东西进度 强调一经一咒 或是只是强调一个佛号 那禅宗就变成只是参一个话筒 参念佛的是谁 那么参这个父母卫生前本来面目 可是很多话筒就参一个话筒 参到开悟就与佛同等了 就成佛了 其实也不是 没有 不是这样就成佛了 那顶多顶多最多最多正阿罗汉 成佛要修很多的 要法门无量试验血 前面讲过了 要众生无边试验度 你就念个佛号 你就参个话筒 那你什么时候法门无量试验血 没有 你就一简一咒 那你什么时候众生无边试验度 你什么时候度众生 没有啊 你又没有六度四射 你又没有去利益众生 你在家里面 你在试验里面唱话筒 在家里面念佛 那你不过就算开悟 禅宗就算是开悟 也还不是成佛 也还不是成佛 那密宗的基本上也有 也有强调一间一咒的 也有 但是他们其实修的还蛮多的 但是有一些也强调 就念一个什么咒 或是修一个官 一个什么本尊 就成佛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里讲 就是说 因为佛法后来传到现在 多数的人后来就偏向 现在是五拙二世 这个地方是五拙二世 现在是末法 那我们的根基比较顿 我们的福报比较薄 我们的烦恼比较重 所以没有办法解脱 没有办法成佛 所以只要好好的练一个重 练一个佛号 读一本经就好了 其他的都不要 这个其实听起来书生叫做 一门深入 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 现在佛法很快就会灭 他为什么 他灭很容易讲佛法 他其他都不讲 举个例来讲 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都念阿弥陀佛 谁还要 不要说这个成佛之道没有人读 其他的情绪都没有 你没有用到 你就绑在那边 结果给把椅吃掉了什么 你没有用到 后来拿去包油条 就回收了 久了久了一百年后 什么佛法都没有 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 你会信吗 你会念阿弥陀佛 是因为现在有经 告诉你佛法是什么什么什么 极乐世界 那么你慢慢知道 你会念佛 要念佛书圣 佛法好 如果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参一个话筒 或念一个阿弥陀佛 或是念一本阿弥陀经 就一本阿弥陀经 一句阿弥陀佛 一个往生做假设 一百年后 一百年后你再来的时候 你会信吗 你也不会信 什么道理都没有 你就跟我讲 念这个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还不能去读那个圣经 道理还多一点 那个圣经比阿弥陀经 看起来还比较有道理 只是说看起来 因为你阿弥陀经是建立在大圣经典或佛法的基础上来看 你才知道阿弥陀经书圣 如果这些经典全部都没有 这阿含经 金刚经 什么经都没有 只剩下一部阿弥陀经 你还能看到阿弥陀佛的殊胜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你会信吗 我看也很难 那更不要讲 金也没有 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 你会信吗 你也不会信啊 你就跟我讲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佛法的基础 那你说来念阿弥陀佛 大圣的基础 你来念阿弥陀佛 你会觉得在这个基础上 在因果的基础上 在缘起的基础上 在大圣的基础上 然后来看到这个 你会说这个殊胜 你才会这样觉得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你再来说这个很殊胜 殊胜在哪里 很难去发现他的殊胜 没有 那后来为什么都会没有 因为没有人读 没有人 因为觉得不需要 觉得不需要 你要知道 在深海里面的鱼 基本上虽然有眼睛 都是瞎的 为什么 用不到 眼睛用不到 眼睛用不到 不需要眼睛 慢慢就会什么 叫做退化 你常常在用 它就会进化 一样你智慧没在用 退化 你的手长期没有用 退化 不能用 脚长期能用 退化 萎缩 一样 那你这些国法 慢慢慢慢都没有在用 后来就没有用 萎缩 没有没有 末法怎么来的 末法都是这样不学习 佛法来的 你很好去了解 你说阿弥陀佛那么殊胜 如果所有的经都没有 你怎么样去理解阿弥陀佛的殊胜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要好好念佛 一经一做 一个佛号就好了 这样 这样的观念 会让佛法提早进入末法 后来没有佛法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你会念 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念 什么都不知道 只叫我跟阿弥陀佛 就可以往生 往生去那边做什么 虽然解得那么殊胜 圣经里面也写得很殊胜 可南经里面也写得殊胜 其他的经典也有 那为什么要相信你的 你说到底在哪里 佛法的殊胜都不见了 都没有了 跟你说还参一句话头 那参到最后 那为什么这样参可以解脱 解脱是要误到什么 没有 那是在延企的观念上 在佛法的观念上 那么这个才有它的意义 如果没有 那么它的意义也不见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都在家好好念佛而已 每一个人都这样 佛法不用五十年就没有了 没有啦 往生的往生的 就算他给他往生起就直接 那这边的人怎么办 是不是 谁还知道 你现在为什么会学佛 包括你是为什么会念佛 你是一开始就念佛 到最后都念佛的吗 不是的 你一定是从佛法修学 慢慢慢慢懂佛法的道理 知道因果 知道夜报 知道佛法的好 如果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一部阿弥陀经 一句阿弥陀佛你会念 我就不太相信 那也不容易 不容易相信 你之所以 你之所以愿意相信 那是因为在佛法 在大圣佛法的基础上 看见这个 那觉得他好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都是 都是所谓这里的 所谓一行一法门 就可以成佛 第一个不可能有这件事 不可能有这件事 舍利佛 勿见远 那些大阿罗汉 修那么多 都只剩阿罗汉而已 你都没有修他们多 你就可以成佛 成佛到底 你的佛到底是什么佛 你的佛是什么佛 所以这个观念 成佛要具足 一定要具足 你必须 这个不是选的 这个是必须的 必备的 你必然要具有这些特质 圆满这些功德 你才有办法成就这样的果报 所以他不是一行 就是一法门 就是一种修行 比如说念佛 比如说参法头 比如说词咒 那么就可以的 甚至有一些人讲得更异谱 你只要看到这个字 或是看到这不接 那你就可以成佛了 我现在看到还有一些叫什么解脱咒的 那么只要听到 只要看到 你就可以解脱了 你看看能不能解脱 没有 哪有这种 解脱一定要断烦恼才解脱 你都不晓得烦恼在哪里 你那个解脱咒可以解脱 哪有可能 就不可能有这种事 但是这种观念 一直在佛教里面流传 其实看起来在强调佛法的殊胜 实际上在毁谤佛陀 不是佛陀说的 这个违反因果 违反缘起 违反月报 那么看起来在说佛法的好 实际在说佛法不好 没有智慧 对吗 跟你们的宗教一样 所以不懂道理的人 非常热心在弘扬佛法 是有反效果的 实际上在毁谤佛法 把佛法往下拉 看起来他的意思是把佛法往上停 只要一个佛哈 只要一个咒语 只要一个图腾 佛就有什么样的感应 什么样的殊胜 看起来好像在弘扬佛法 强调佛法的好 实际上是把佛法往下拉的 拉到比其他的宗教还不如 因为第一个这样说是不可能的 不符合道理的 不需要道理 不需要修行 你遇见了这个 这个最不经 看到了这个 这个念了这个咒 那么看到了这个图像 那么你就可以成就 哪有这种事 那其他的法门 那修岁岁法门做什么 其他都不用 不需要 多余移动 如果这样就可以成法 其他的那些都不用 所以其他的经典都要拿去丢掉 所以很多人其实有这种观念 很多修行的人其实有这种观念 很多佛教徒 不懂道理的 然后又特别强调 佛法的殊胜 佛法的殊胜在 智慧在圆起 在如是因如是果 那你没有了 因果都没有了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好 所以他才会讲 佛果绝对不是 就是成佛的这样的圆满果报 决定不是 那一种修行或一个法门 那么就可以圆满成就的 佛在经中 那么有时约重点说 修什么法门能处得无上菩提 有时约荣色说 修布施或般若时 去聚足六波罗命 那么如因此妄止 他这个是方便说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样修就成就了 只要这样修就好了 那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容易花口 那么三上十二步让你他人物 就是不用修了 那一经一奏就好了 一个法门 就是一门深入就好了 那所谓的一经通 所谓的经都通 其实没有 你要看你通不通通哪里 那如果是解脱的话 那还有得讲 如果成佛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成佛一定要圆满 一切功德 所以如果你因此 他重点的说 你因为这样望虚望的执着 认为只要修魔法 魔形就可以成佛 不需要修其他功德 那个就是颠倒物件 最常见的就是修秘的 修净土的念佛 修秘的持咒 持这个咒就好了 修禅的参话头 一个话头就好了 那么修就是戒律中的 那持戒 只要好好持戒就可以成佛了 不是 绝对不是 那这里讲到 他说这个就是什么 颠倒 颠倒物件 那这个讲到波罗蜜 还有运僧导师在波罗金讲经里面提到 他说这个波罗蜜主要两种 一种是我们说四旧境 四旧境就是做到圆满成就 这个是四旧境 然后那个到彼岸 到彼岸是还没到彼岸 但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到达彼岸 往目标前进这个过程 这个都是波罗蜜的意思 那讲到修学的法门 不是部分的 少量的 修学就是 这个是前面 修学的法门绝对不是一写一法门 不是一部分要全部 不是少量要无量 修学成佛的道品 也不是一天一生 但是很多人才有强调一生成佛 其实一生是不能成佛的 要三大阿珍其解 三大阿珍其解 容数都嫌少 什么三大阿珍其解 无量阿珍其解 所以他是说 由浅而生的修学历程 经中 那么因为他要很长的时间 要积极很多的功德 那么经中分为种种行为 行为就是修行的位置 接位 像楼梯一接一接 其中主要的是欢喜等实地 其实就是实地 主要是实地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